下一首歌是 寫給我摸摸之後 再來這首歌是要 寫給我爸爸的歌 我的歌都比較會 就是在描述一些親情 或者是 親情友情或者是愛情的 上面對 然後 這首歌是在寫說 這是我在去年的父親節 寫給我爸的一首歌 因為我爸他不是個 他就是個很嚴肅的人 然後他 以前對我們家的教育 就是我跟我哥的教育他都是用 一些 體罰或者是打罵的方式 然後有時候有一陣子 就是我叛逆的時候 我會覺得他這個人就是 怎麼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我媽也沒有 站在我們的角度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 跟我爸有一點點就是 就是算是忍戰一段時間 但是我發現 直到我跟我哥 就是年紀漸漸長大了之後 也是都離開家裡到外地工作讀書的時候 我才發現他其實 就是慢慢的有對我們就是 改變他對我們的態度 他對我們的態度 對 這首歌叫做 阿嬤雅如安 然後這個歌算是一首 也是我自己寫的一首歌 阿嬤在悲難族語裡面的意思就是爸爸 阿嬤雅如安就是 謝謝你的意思 這首歌 希望你們會喜歡 阿嬤雅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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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总是不够烟消 她 总不细小大闹 我静静坐在后座 搭着宽宽的肩膀 那是小时候 你是我的英雄 我们不说真话 慢慢白了都好 长大了一个才知道 你为了这个家付出多少 你的爱不知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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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